Hello 大家好 我是YouTube來三個Celia 今天呢 我們要來嘗試我們從來沒有拍過的 一種影片的系列 是什麼呢 就是 食物大比拼 Yeah 今天我要比拼的食物是 雞排 對 剛剛呢 去三家買了三種不同的雞排 首先呢 第一位挑戰者是 這個 這一家是偉大雞排 可以去 嗯我不知道 Google查就有了 再來 第二位挑戰者就是 這個 3Q雞排 對 你們 Google應該也會有啦 再來 最後一位挑戰者是 少林雞排 對 Google一定也有 好 今天呢 嗯 這是我的飲料 今天呢 我們就要測試看看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吃呢 對 現在是半夜吃小夜 懂了 首先呢 我們要先試試看第一位挑戰者 第一位挑戰者外觀看起來是最 對 不像雞排的 有點嚴肅雞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有撿過啦 因為 其他家人還要吃嘛 是不是 好 這 來做 好 耶 好 首先呢 我們就先吃吃看第一個吧 第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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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個 就 他肉沒有太多 然後外皮滿厚的 他會到 不夠鹹的感覺 對 那外皮就超級厚的那種 好 再來 第二位挑戰者 3Q雞排 我們先來吃吃看 這個就 長得一副就雞排一樣了 對 雞排用 配 3Q雞排 3Q雞排 我覺得現在皮薄薄的 是不錯 肉也蠻多的 然後 你懂你調味料沒有加很多 就是肉的味道 對 真的不錯啦 覺得 感覺是不錯的 好 那再來呢 第三位挑戰者 少林雞排 他一樣 是比較厚的雞排的長相 然後他粉 這種調味料的粉 也是加的 扇桌 那麼 我就先來吃吃看吧 這個 超級多 你看 它裡面有流最多汁的 這裡 這裡 只留的是 屑屑 它一點油 這個 什麼都沒流 對 好 你知道 這三樣 和平常玩 我覺得是 少林雞排 少林雞排 火 對 好 好 因為 獲勝的點是 它的肉是最厚的 而且那麼厚也不會很乾 因為它也很多汁 對 你看它味道也抓得剛剛好 我覺得 所以 以上是 就是個人的意見啊 所以 不要太當真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這三種 自己評論一下 對 拍個影片有什麼搞 好 那 那麼 嗯 對 今天就差不多這樣了 少林雞排 火算 耶 好啦 那 如果還喜歡 還想要看到 這種系列 覺得這種系列 欸 感覺不錯啊 甚至可能什麼 食業飲料啊 或什麼的 不同家的什麼鬼的啊 那就 在下面點一個喜歡吧 這樣我就會考慮 繼續做這種系列吧 然後 對 你要喜歡 我的影片的話 就 趕快按訂閱吧 快點 按訂閱 拜託 快點 我要訂閱 好 然後呢 也不要有這種FBM啊 IJ啊 隨時那種影片動態啊 IJ會發一些奇怪的東西 喔 那 OK 掰掰 OK 對 好 畢竟 喔 OK OK OK